现在要去学校读书了 我们找到一个空的课室 我们在这里读书 我现在在剪这影片 等下就是要煮午餐 然后今天的行程主要就是要做功课 我现在已经是week night 然后week 10的时候就要教很多的功课 所以这个星期会比较忙一点 也算是我在大学最后的 就是忙碌的一个星期了吧 所以就想说来记录一下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刚看我真的已经要毕业了 真的就只剩下两个星期半了 我等下剪这个影片呢 我就是剪到差不多下午要肚子饿的时候 差不多12点半这样子吧 然后就去煮午餐 做午餐过后我就开始要做我的weekly 这个的话就不是assignment 算是assignment 可是就是每个星期 我都要教了一个功课 然后它占我们的总平均4% 然后读书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based on 那些question 然后就会问问题这样子 大家就要participate 希望大家会enjoy这个study with me的vlog 让大家陪伴我度过大学的最后第二个星期 煮了个Bolognese pasta 吃 所以我上过后就要做 我整个simon了 切了芒果来吃 现在是oshea domingo season 我做一下simon 我决定要去学校图书馆 你感觉一整天都在房间上不是很好 而且去图书馆会比较有效率一些 被子在小小的空间里面 所以我们现在去图书馆吧 然后等一下有一个event要join 还有一个mento meeting 我决定要去评论 我们也做到了 延遇 我决定要在梅里面 就算了 我决定在梅里面 如果目仲要用 你一定会 我决定荃 我决定要不够的 我决定到梅里面 就算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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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